是有什麼叫貼心的舉動嗎 比如說 會按摩 會 他會幫我按摩 然後 每天幫我準備好 這個餐點啊 營養品啊 然後要注意什麼啊 像我今天穿高跟起來是 那妳還想再幫她多伸幾個按摩 我有能力的 啊 萬一 妳很會伸欸 如果再伸兩個也可以 可以 兩個太客氣了吧 要不要伸個 不是 伸一個 不要想一下 怎麼會有兩個耶 沒關係 要亂鬧啊 增加過年增加 還是妳就拚下一個雙包單子 就可以這樣 就比較快 所以它這兩個起跳是嗎 可以啊 有 都可以伸多少就伸多少 這跟真情無包 不是啦 但 我覺得我想要把她玩的時候 妳看這個突然就是 怪不到別人 要跟你無恩 不是因為 每一分每一秒 做的任何事都是在燒錢 我們歡迎黃上鴻 黃上鴻先生 先 簡單的講一下就好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妳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好 我是黃上鴻 然後 我講一下 嘿 妳坐 妳坐 請坐 請坐 呵呵呵呵 這樣我就沒有辦法 這還一直都還特別新一首歌 呵呵呵呵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想過 也沒有遇過 就是我在懷悅的當下 要錄音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個超級大的障礙 這哪個部分的障礙 呃 我發現有個聲音 除了聲音 聲音不太一樣 下降了一個犬鷹 哦 然後我發現我以前做到的事情 我現在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在錄音室 每一次在錄的時候 都超級沮喪的 我就是還是會一直暈吐 然後頭都會很 就站不久這樣 所以錄音的狀況每次都不一樣 有時候一直開不了嗓 或是聲音很啞 然後最慘的那一次就是 就是邊錄邊吐 她說什麼叫貼心的舉動嗎 比如說會按摩 會 她會幫我按摩 然後每天幫我準備好 這個餐點啊 營養品啊 然後要注意什麼啊 像我今天穿高跟起來就吃飽了 你還在說什麼 我就說 我就是坐著而已 她說 她真的 妳很喜歡挑戰人家的機械 因為我就覺得我就是坐著而已 然後她剛剛就很生氣了 所以你們出門前是有好家嗎 沒有 是剛剛 到現場她才看到的 哈哈哈 那妳還想在幫我多生幾代嗎 我有能力的 啊 哇 妳很會生耶 因為我很喜歡 我的孩子 我很喜歡 你很會問問我 就是 我认中妳 抬身旁 對 這跳嗯 對 就是 我 我很喜歡小孩子 然後 我也一直覺得說 其實我有被獄滿久的時間 我一直沒有懷孕 然後也有不能的 可是我發現我很幸運有了 所以我就 繼續有這樣念頭 就是說 如果我還有能力的話 我還是希望人家生產這樣 所以有極限的 就是你知道 比較音樂熊 沒有極限 這是我的努力 所以如果再升兩個也可以 可以 兩個太客氣了吧 要不要升個 對 你要想一下這邊有兩個 沒關係啊熱鬧啊 過年對 還是你就拚下一個雙包台 就比較快 所以他這兩個起跳是吧 可以啊 可以升多少就升多少 這跟專輯無關